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跟频道 我是十九肥仔 早两天有一条影片说 有个大陆妹在小红书上说 为什么人家一看就知道她是大陆人呢? 然后又顺便踩一踩香港人 自己穿得性感 穿得漂亮 想尝试港风 但觉得香港风格很严衰 然后博一些狗弓赞她 不是呀 你也穿得很好看 但由于当时上网找的照片 全部都已经打了格子 看不到这女孩是什么样子 不一定是不关衣着事 是不是? 你知道的 大陆也很流行整容 你知道的 有些大陆妹整容是量产型的 每个人都弄成同样 你一看就知道是大陆整容妹的了 所以我就尝试在小红书找一找 最容易找的方式 当然是在小红书上 copy 整个标题 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贴文 我其实本身也预认了有同类型的贴文 因为同样也是在上一条影片说过 又是有些大陆下来工作的女孩 说自己穿着脑袋都被人知道是大陆人 谁知我发觉一打类似的东西 竟然是有很多这类的post 而且他们的形容和内文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类似那些家人门隧董 什么东西 什么秋天 什么Q天 什么第二杯奶茶 这类突然之间成了热门的趋势 但我抱着探究的心态点进去看看 发现铺这一类贴文的女孩 好像全部都是经优才计划到香港工作的人 这一条女孩的贴文就是copy 说香港穿着风格很丑 她的介绍就是说自己优才低分成功获批 她里面全部都是说经优才计划到香港的东西 甚至有评分表给人做工略 一时有月入五万 一时人工由一万变三万六 一时29岁会计女孩 然后又无故变回大陆两万香港三万八人工 接着我们就看看第二个 这女孩说的事比较客气 纯粹说自己未学会跟香港风格穿衣服 所以被人一眼认得出 这个说自己是90后优才 她说自己有110分获批 去年一月就了解到香港的优才计划 背景就是上海交代毕业加QS前一百碩士 前后就是两年多的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比较少 只有学历有些优势 所以只能在文书上下功夫 朋友就介绍了不错的文书老师给她 人也很细心 最后就帮忙审核了资料 然后申请其实不难 香港身份现在还在红利期 80分就可以申请了 想申请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为什么和刚刚看的女孩说的事是一模一样的呢? 刚刚那条在港的Anna 又是由去年一月了解到香港的优才计划 又是QS前一百石加两年多工作经验 又是有一个很好的文书老师帮她 说的东西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也是上载了一些 自己成功拿到优才计划证件的照片 不是说优才计划通过率很低的吗? 听说通过率只有30%而已 连李隆基的未婚妻 又懂得打 不是又懂开飞机 又懂画画 都是通过不了的 我们再看多一个吧 这个根本就是定型文 就是说来香港工作几个礼拜 又讲白话、讲英文、穿西装 就是跟前几天的影片说的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一直看回 又是29、30岁 松一点 这个就比较有创意 就说自己是腾讯离职 然后来到香港找四皮东西一个月 多高兴、多高兴 又是110分 全部都是110分 然后在留言中说 求分享求胜 他们就有些群 就有什么领取优才计划DIY攻略 看到这里 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什么回事 这些摆明 就是帮人搞什么优才计划 可能是帮人写文案 做agent 引人全部入估 然后人们就说 我也想申请 一开始就免费给DIY攻略 正常来说 那些人一定会有问题 甚至会问他 其实我也不是很高分 但是你的帖文说 只要文案写得好 就很大机会成功 所以就问他文案应该怎么写 这个时候就是收钱的时候 最好笑的就是看到 不同的帐户说一样的说话 而且用照片 大家都一模一样的 看来他们也是一些行家 大哥 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 连照片也要用一样 一开始以为 不知道是什么潮流趋势 整班女人打这些东西出来 就打算博人家 说不是 你其实穿衣服穿得很漂亮 曲线 骗人赞自己 谁知道月圈来 全部都是做生意 而且还有心特意化大两地矛盾 来吸引人体 帮自己找客 这些agent真是仆街到极点 有不少人 包括我自己 都中了伏 以为真的有这么多人去到香港 不习惯 但是可能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 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关注 令到自己有生意可以做 其实香港政府在2022年 大叫什么什么抢人才 又那样又那样 令到这些移民中介生意 非常火爆 小红书有大量那些什么 500元全家拿身份证 1000元做优财富港的广告 特别是最新的高财通 由于审批过于宽松 所以都被人说 根本就是一张两年期无限进出的 港澳旅行签证 不用人家找到工作 未有人请都已经肯批他们 甚至有报导指出 有60岁的高龄申请者 都很快获批 都很厉害了 批了他 拿完永久居民身份证 就可以直接退休 然后就继续拿社会福利 想起都很漂亮 怪不得 这么多这些移民中介业务出现 这样看一看 我也想去栽一栽 看看有没有办法 拿到香港身份证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陆找工作也非常不容易 早前我出了一条片 就说 现在很多大陆的毕业生 都离弃了一些一线的大城市 转投一些三四线的小乡镇 去寻找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城市的发展 已经不够以前那么好 人工又低 生活成本又大 至少在那些乡镇 人工虽然低 但生活成本低 竞争亦低 压力也不够城市那么大 所以这样比一比 去香港工作 对他们来说 绝对比在大陆工作 人工又高那么多 虽然压力也是有 但是 去到香港份量就几级跳 受再多的苦 都可以用金钱来补回 当然 你说香港怎么好怎么好 一定不够在澳门工作 对不对 你看澳门的什么人才引进计划 一通过了 你直接变成超级澳门人 对外人 比对本地人的政府好 你说这个世界在哪里找呢